crises ja 事人 老师啊 咱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快乐 怎么能快乐呢 电路你改了吗 这工为你装了吗 你这些都弄完 这创意的小火苗 还没燃起来呢 这要被装修的 这场大雨给浇灭了 怎么这么多话呀 老师 你们不用忙了 你快下来吧 咱们不用自己装修了 你纵彩票了 差不多吧 我现在每天脏兮兮地回去 我哥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给方圆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呢 让他找些人给咱们装修 只是 材料得咱们自己买 这个是清单 谢谢啊 那么 嗯 大陆 你可不去一趟肩胎市场 别别别 跟司仪在这儿先忙 我陪你去 扶我一下 我 小小姐 我 屁个步去 喂 初遥 那个酒店就选你订的那家 菜市是最高标准对吧 行 那我签字了啊 到时候我找韩子墨报销定金 到时候我转你吧 哪有女方付钱的道理啊 再说了 这个钱对你来说可不是小数目啊 不用了 我现在在忙呢 一会儿我就转给你 你在哪儿呢 怎么那么吵 墙砖掉了 我过来重新买 我跟你说了 让你别那么累 什么都得自己挑 你直接找装修队的不就行了吗 报价单也不贵 装修队的标价都不标准的 勾放啊 水电改造都没有算进去 到时候再做地产价怎么办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到了啊 好吧好吧 你忙吧 老板 我上次在您这儿买了一套瓷砖 但是有几块坏了 所以我想不买几块 您帮我查一下吧 好 你要想不买几块的话 现在没货呀 你要是能等的话呀 等个十来天 到时候有了 我给你打电话 十几天 我 我着急用呢 要不你就只能吃点亏 重新买一整套 一整套啊 行吧 那您还帮我 邮到以前的那个地址 有 这不行啊 我这儿没人呢 都出去送货了 要不那啥 你自个儿找个车 自个儿拉一下 不好意思啊 好 好了 全都搞定了 所有材料都找齐了 还不错吧 老板 您好 刚那女孩买的什么呀 她刚买完这个墙砖刚走啊 我这人数也不够啊 她自己啊 雇个车拉走了 您是她朋友吧 你回头你得劝劝她 她肯定是被这帮装修队给骗了 这是市面上最好的墙砖 我在这市场干十几年了 头一次听说她说的这情况 贴不上 肯定是这帮装修队想自己包材料 赚差价 喂 方总 有个事想麻烦你回去吧 我姐的新房子在狗装修 但是那个装修队也不太靠谱 你看她也没什么经验啊 能不能 好 谢谢你了 不可能 你看看 我让你买的是四百五 还有二百五的 你买的 三百乘六百 这难用的 去 你走 谁啊 请问您是李小姐 对 你是 是方总让我过来的 方总 方元 李小姐 您还说对咱们没有意见呢 这咱们新的装修队都请来了 李小姐 你还说咱们对咱不满意的 你说说呗 你想换我们 你也可以不用这种方式 听得吗 咱们收收收东西 给人称电 别 别 别想你 这是您 三方面结束合同 违约金 我就看那百万面 不跟你计较 但是 这装修的尾款 你可得下了大了我账号呢 你咱们干吗 你走啊 别走 快点 你慢 走 李小姐 您放心 这儿就交给我们了 招牌我收到了 第二张吧 真希望 能亲眼看到你穿婚纱的样子呀 你回来就能看见了 对了 那个 昨天我爸已经开始 做术前准备了 医生说了 只要把肿瘤切掉就可以了 对吧 医生 是的 我肯定会按时回去的 只会早 不会晚 对了 初遥 我给你说个秘密啊 你打算骗她到什么时候 你做了找了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之末 可是我担心 她知道真相以后 会埋怨你啊 只死莫如父 知道就知道吧 我是他父亲 他要埋怨就埋怨吧 谁让他是我唯一的儿子呢 我了解他 就算是他这辈子一事无成 起码我也可以 能保证他一事无忧啊 就算他有一天知道了 如果他真知道了 如果他真知道了 也许他一下能明白一些事 就能成大 也许 他以后还能做出一番事来 那我这辈子 还真的可以喊销就全了 怎么样 大主动 我满意吗 满意啊 可满意了 这是我参与装修的第一个房子 我可以以后每天来这里工作 还能每天看到你们 可开心了 这是看到我们开心呢 还是 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正式投入工作了 看来我们还得再收拾一下啊 达达 你有时间联系一下周琳张宇 看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 好 郭总 我们在审查 非议科技年度财务报告时发现 他们的实际销售非常低迷 远远没有之前声称的半年八千万的销售额 这作假是肯定的了 但作假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严重 郭总 非议科技的这个项目 我真的不清楚 不清楚 你帮韩耀明付钱发人背后做了那么多事 现在不清楚了 你是不是以为这点事不会被发现啊 想退些责任 我告诉你 我的钱必须拿回来 不然 你没有好果子吃 郭总 郭总 我真的不知道 都是韩总 直接给吴亚军下命令的 不只是个跑腿的 吴亚军 他人在哪儿呢 他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上线两个月 用户流失率这么多 你干什么吃的 好 吴总 我们技术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都已经解决了 该做了工作也做了 我们也没办法 这两个月 我们也在加分加紧做计退啊 吴总 公司给你们发的工资都为哪儿去了 为哪儿去了 为哪儿去了 现在用户少了这么多怎么办 啊 你们倒好 一个个都推荐责任是吧 推荐责任是吧 之前 确实从互助引流来一批用户 不过现在 这批用户也流失得差不多了 吴总 那些广告商 看了你的客户利用报告以后 已经有好几家的谈 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 听清楚 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如果少了一个广告商 你们就都给我滚蛋 都出去 你怎么办 喂 郭总 吴亚军 之前的财务报表是怎么回事 财务报表 什么财务报表 你别给我装俩充乐 您说的是下半年的财务报表是吧 我们已经很准时很准确地交到龙翔了 准时准确 你们的营业额和财务状况变动对得上号吗 你自己交上来财务报表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自己不知道吗 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 我 我真的不太清楚啊 吴亚军 我告诉你 你自己管理的公司出了这么大的派悟状况 只要在夜内传开了 你看谁跟你合作呀 difficulty 国总 既然您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来 那咱们就名人不责按事 非议科技是我的公司 公司什么样我心里很清楚 一份财务报表根本代表不了什么 还轻查我 没问题 我扛得住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你手上有飞翼科技的工分 如果飞翼出了什么问题 那你的钱就都打水表了 你别忘了 我们可是在一条船上 都没有hein三 大乐 周琳掌你给找了 没有 都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移信沐回电话不接的 要不然咱报警吧 哪都不指引 他们两个平时喜欢逛论坛 也发个帖子 估计就能看到了 那 华阳不也看到了吗 他看到怎么了 正好告诉他们 我们要杀回来了 爸爸 吴总 吴总 说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未来一个月里 研发部门必须推出第三弹产品 业务部门实现用户增长率 百分之十五以上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讨论数据 必须给我拿到全行业第一 完成计划的部门年底加薪 还不成的 全部绝对彼此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 不用了 我收留你 是因为之前你跟过李洛书 想必知己知己的道理 你应该很明白 但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如果你想留下来 就好好干 如果你不想干了 趁早做人 我相信 在这个行业里 除了我 没有第二家公司愿意受了 是 我们有个人的一回事 我相信他是吧 你问我 只能拨打工资 都需要包拨打工资 还有吧 是 对 你看那边 还给他解释了 那边新的空资 那边你召迟了 这么多的历处 呀 回应当处 好啊 好啊 非议科技要有大动作 他们破产了 不要把心理话说出来吧 虽然我也很想 可是暂时还没有 非议科技宣布啊 要在未来一个月之内 发布第三类产品 可他们根本没有在升级的空间了呀 没错 而且根据我对他们公司的了解 在吴亚军的蛮后和高压证件 所有人都是非议科技宣布 根本没有人能静下新来考研发 会不会是华洋啊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也不会 而且以吴亚军的性格 如果他真的升级成功的话 他一定会找主流媒体打此宣传 现在这样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如找我哥打听一下 这他总能派上用场了吧 再说我也是初心的大股东 我也得为我的钱考虑考虑啊 你听说了 非议科技那边要出 第三代产品的消息了吧 可以 他们的水平 这不太可能啊 推不推得出来还不知道 但是吴亚军现在的心态 完全是一种赌徒的心态 吴亚军做生意向来虚张声势 他不是想着 怎么能把蛋糕做大了 而是想着 怎么能吹得更漂亮 引诱更多的人进场 他现在这么高调 我想他应该是急缺一大笔资金 来填补非议这个大窟窿 了解吴亚军的人 是不会逃避他的 即便逃了最后也会崩盘 所以他现在想的就是接盘的人啊 先进场的人造势 然后等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了 后进场的人负责买单 可这不是在坑别人吗 我是理解不了的 你不理解就对了 你是个干事事的人 你跟吴亚军不一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 继续给你们投资 可我们现在没有找投资啊 淡淡都跟我说了 你们是创业团队 研究新项目是需要大量的资金 做支持的 你们先做 如果有前景的话 我会拿回龙天 继续帮你们申请出资 这不太好吧 之前已经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了 我说 我是商人 也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 我相信 我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团队 可以给我带来的回报 一定要比我的投资大得多 再说 单单就弄点钱 他全给你投了 我可不想以后 他天天没钱找我扑球啊 那我先谢谢你了 飞翼那边你不用担心 我相信吴亚军一定会找上门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 收购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你刚刚还说他是虚张声势 怎么又想到收购了 有钱赚的话何乐而不为 吴亚军为人毫无底线 留着他在外边 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威胁 更何况 这是一种可能 那你们收购的话 对我姐会不会有影响啊 你还不知道 你姐现在已经是 龙翔的副总了吗 吴亚军走了之后 他把他的位置交给一个 更熟悉的人 帮他看江山 无可厚非的 以你姐的能力 在龙翔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 完全没有施展的空间了 我倒是很希望 他能来这儿跟我一起工作 郭总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 我就想问问老韩 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候回来 我很担心他呀 身体最近没什么大碍 不过要动一个小手术 那就好 那就好 共治这么多年 是个牵挂大 这我就放心了 那 你忙 我不打架了 喂 前面已经帮你修复了 地面基本完工 你有时间就过来看看吧 行 那我下班了就过去 好 嗯 李小姐 您看看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您就尽管提 我们保证给您改到满意为止 不用了 已经比我想象好太多了 那个费用的话 我是怎么结算给您 方老板说过 不能收您的钱 方老板之前跟我们有过很多次的合作 他改的房子装修的活都是包给我们的 所以您别跟我客气 那怎么行啊 我装修房子怎么能让他给钱啊 那 那要不您跟方老板去商量一下 其实之前跟我们说的是给公司装修 您这儿就简单多了 所以很快 公司装修 好像叫初心科技 说是要装成工业风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临时就把我们交到这儿来了 我们这边的费用呢 您就真的不用操心 倒是之前那个装修队 后来又来过一次 说是要结钱 肯定不在就走了 他们联系过我了已经 那我就去干活了 已经进入收尾工作了 最多只剩一两天 好 辛苦你们了 好 请进 郭总 您看看 现在已经有些投资人 对非裔科技的后续投资感兴趣了 这个吴亚军啊 什么流都敢吹啊 这个 单英安不是对咱们下面有意义吗 再精明的投资人 总有看左眼的时候呀 这样 你帮我约下他 你最近盯一下林初遥 如果有韩耀明什么风吹草动 及时相互回望 我这可是给你机会 对 如果你想和这个财务报表作假脱离干系的话 你也要表达一些对公司的诚意啊 不然 你和乌亚军收买商业间谍的事传出去 好像对你口碑不太好啊 您放心 我知道了 郭总 冲着吧 您放心 我知道了 郭总 冲着吧 好 郭总 下班吗 早下班了 我刚从新房子那边回来 新房子就装修得差不多了 辛苦了 初遥 我不辛苦 你那边呢 你爸怎么样 好 我爸挺好的 应该马上就要手术了 你就放心吧 到时候我会想起各种办法 让我爸出现在咱们婚礼上的 还是韩总治病要紧 婚礼的事情先不着急啊 那可不行 我现在都等不及了 我跟你说啊 现在任何事情都组织不了我娶你 对了 婚礼筹备那么繁琐啊 你还要工作 忙得过来吗 公司的同事也都挺帮我的 真的吗 郭江峰那边没有找你麻烦吧 没有啊 郭总今天还找我了 询问你爸那边的情况 初遥 以后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给我开口 千万别自己扛啊 咱俩以后是要融入与共的 别跟我客气 你呀 去好好照顾你爸爸 我这边不用你操心啊 初遥啊 你得多吃点啊 你看你这些天 跑前跑后的都瘦了 嗯 是不是啊 这初晨也不知道 这些天忙什么呢 天天没个底儿你说 妈呀 我替他有自己的事呢 一个学生 把学习搞好就行了 还忙些什么呀 你说这洛书也是 非得带着他爸 去那么远的地方去看病 国内那么多好医院呢 是不是 他倒好 一个人走了 把我们家姑娘就留在这儿 易姐同志 得说话得讲理啊 人家孩子孝顺父母也错了 爸爸生病了 就得陪着嘛 对了初晓 他发现怎么样了 上午打过电话了 说已经安排手术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那就好 回来了 爸 你怎么回来 不打电话回来 赶紧吃饭 我吃过了 吃过了 你这吃过了也没事 来来来坐着 妈有几句话跟你说了 这段时间啊 洛书他不在国内 你要没什么事啊 就帮帮你姐 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你说装修的事他哪懂啊 还得有什么戒指啊 婚纱呀 什么婚礼主题是不是 我们也都上年纪了 不懂这些 你要没事啊 你就帮你姐出出主意 好 又来了又来了 李洁总志 我跟你说了嘛 儿子功课那么忙 你让他把他那天忙好 就不错了 其实妈 初晨已经帮我了 他帮我找了万和地产的老总 派了最有经验的装修队过来 是吧 初晨 你还认识什么老总呢 我不知道啊 可能是原来我姐帮过的 看我姐的面子吧 你甭管什么老总 靠谱就行 是不是 对对对 是挺有经验的 我完全不用操心 你甭管什么事 爸 我忙公司的事呢 你工程队 是洛书找来的吧 嗯 那家工程队 以前是给洛书的公司做装修的 不过他不承认 我懂他的意思 他是怕你累 然后又怕你不接受 你说什么事 一家人本来有什么事 都可以有上有量的 现在弄得 真是难为你们两个了 他越这样 我心里越不好受 你这孩子也是 什么事别自己扛着 有什么难处 跟老爸说 爸爸还有用 对了 那个 婚礼筹备的事怎么样了 你也帮我忙活着呢 子墨儿也会给我打电话 放心吧 别谈完了啊 嗯 好 刘总好 郭总应该会是等你了 这边请 好 谢谢 郭总 人到了 刘总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了 坐 这个 刘总的后期餐饮融作计划 都看过了啊 好 今天请刘总团团团 表示谈谈这个具体细节和 守抗计划 非议科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推出第三代产品 这么好的势头 我自然有兴趣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忘记在计划里说明 我想要的不是融资 而是整体收购 整体收购 对 不只是龙翔资本手里的股份 还有吴总手里的 刘总果然是有魄力啊 我们非议科技 即将推出第三代产品 而且公司现在正在上升期 想必刘总 一定是看到了 非议科技的潜力 是啊 没有想到刘总 这么大野心哪 不瞒您说 我手里也有部分 非议科技的股份 如果价格合适 我也可以出上 所以我对于 非议科技的收购价格 也衡量了很久 那不知道 杉总的价格是 四千万 四千万 这四千万是收购龙翔 还是我手里持有的股份啊 非议科技 在龙天资本评估里 最多只值四千万 杉总 他开玩笑了吗 郭总 您这就是误会我了 我是真心实意地 想要收购非议科技的 而且四千万 对于你们来说 应该也是 最好的收购价格了 不是吗 如果非议科技 现在不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您和吴总 为什么要着急出售 甚至是优先于龙翔 资本手里的资本出售 杉总啊 我想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最近 缺一笔流动资金 用于投资其他项目 我是看您有魄力 有眼光 这才打算 把自己的股权出售 杉总 如果您是拿我来 开涮案的话 我没必要在你 这棵树上吊死 我可以换个人融资 师傅 龙天资本对项目的估值 向来不会出错 要不是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 四千万 这个价格也是有点虚高 恕我直言 李洛书现在重组了公司 成立了初心科技 我很看好他们 其实现在 对于贵公司来讲 我并没有什么兴趣 李洛书 之前失败过一次 我相信还有第二次 杉总啊 我觉得你对自己的 评估系统啊 过一次性 看一下 这是非议科技去年下半年的 财务报表 四千万啊 好像三分之一都买不到 看来我们的评估人员 该够工资了 那这样吧 我们之前的收购计划 预算有点不太足 我们这样回去再准备准备 等有了新的收购计划 我再通知各位 好 等下个消息 行 但我们就先这样 告辞了 慢走 郭总 你刚才给他看的 没错 不管真的假的 只要能钓到大鱼就行 这个星山那不就上钩了吗 我的钱 不能白白打水漂 不过李洛书他 那是你的问题啊 我相信你 不会把第二次错误了吧 好吗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看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自己的办法 你不能是你 你怎么办 我现在都要做你 增加对飞翼的兴趣 本来这些都是 躺着赚钱的事情 现在就要着急抛售 可见这个市场 绝不乐观呀 我明白了 单总 走吧 你们说 是不是又要变天了 谁知道呢 不过 郭总是要跑步了吗 没看完啊 郭总啊 他跟亚军是一伙着 要是公司出了事 我们怎么办啊 对啊 说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不要听起 那些小道消息 你手上 难道不是握着 非裔科技的股份 不管公司死活 自己忙着套现 还说你没问题 我有这个 非裔科技的股份 你们都知道吧 我出于私人愿意 把它出让了 不用经过董事会吧 那财务报表呢 你拉给我们看 你和非裔财务报表造假 脱不了干系 郭总 现在出了这种事情 你得负全责 我凭什么负全责啊 这 假的报表不是我做的 那谁做的 你把他叫出来 吴亚军 韩晓明 和这项目有关系的 一个少不了 你明明知道 韩晓明不在国内 我问你 谁为我们的损失负责 我看这样吧 成立一个调查组 谁的责任谁负 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 都不能置身事外 有请你 各位董事 大家别着急嘛 我知道 最后一个 接触这个项目的 只有一个人 谁啊 黎初遥 和克íre 刘友 跟郭总 领父 实现实 也非常非常 好 我不许 我建议的 ق unknown 跟郭总 对吗 是 那财务报表 有没有经过你的手啊 没有 都是直接对接的 那谁直接对接呢 你当时有没有察觉到 财务报表有问题啊 我有权保持沉默吗 严格来讲 我们只是 农翔资本自发组成的调查组 你可以保持沉默 但是 如果后来追求法律责任 你现在的沉默 可能对你不利 好的 明白 你们看他这样子 他肯定知道 你说 是不是海耀明造假 是不是海耀明 郭总 你冷静点 你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李小姐 这样啊 你先回去 回头呢 我们再单独地找你聊 好的 走 看见了吧 你们现在该相信我了吧 都是那个海耀明搞的鬼 就是海耀明 行了吧 郭总 眼睛瞎进去 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是他 想置身事外是不是 就算你对这件事情不清楚 那后续和我吴亚金勾结 也和你脱不了干系 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是龙小的总经理 总经理 郭总经理 我们几个的股份加起来 你认为你还能说了算吗 好自为之吧 现在才发现造假的事情 那材物报表那么多人经手 一个人都没发现 对呀 看看 之前韩总在的时候 可什么时候都没有 对呀 你说会不会是韩总呢 郭总经好 郭总经好 他不会都听到我吧 妈 吃苹果了 你 你慢点 你说这二十多年来啊 你们父子俩 不是你看我不顺眼 就是我看你不顺眼 你们俩突然这么安静下来 和平下来 我可真不吃 得了吧 我这是让着老头呢 给 咱吃一块 不吃 还来劲了是不是